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5月20号晚上美国流行人生名团Naturally 7在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 上一次来台的时候只有短暂开场却带来不小的旋风 阿卡贝拉表演席卷台北乐迷 这次接到台东艺术节的邀约再度来台 并将台东列为亚洲巡回的首站 除了带给观众国际规格的人生饷宴 也为即将举办的亚洲最大阿卡贝拉盛会揭开序幕 来自美国的流行人生乐团Naturally 7 在竞争会上大秀孔季 阿卡贝拉指的是纯粹用人声来合唱的表演 即使舞台上没有任何乐器 但可以利用自己的声音去模仿各种乐器 观众仿仿佛至深在摇魂演唱会 谢谢你 We are going to take a place again and it's going to be more and more great mus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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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国小他们将于在6月8号礼拜三晚上在文化处演艺厅和台东高中以及台东大学管乐社保山国中行经乐队共同演出 然后新生国小的部分他们所演奏的曲目有妖怪手表是比较小朋友的 然后还有像去年蛮红的曲目《小幸运》以及一些管乐曲子 然后他们也会除了他们演奏以管乐演奏外他们还会用舞蹈的方式来呈现 最主要是说让小朋友他们在因为他们已经练了一阵子那他们让他们做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 然后借由可以跟其他学校一起交流 然后让他们除了可以互相去学习然后去聆听这样 他们都是用早自习时间以及放学的时间来练习的几乎每天然后还有礼拜六的早上这样 这次活动将由台东高中台东大学管乐社保山国中行经乐队以及新生国小管乐团联合演出 藉由音乐的交流学生们互相学习同时也是成果的展现表演精彩可齐 最近话题不断的飞行器继续热烈讨论在台东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国歌 本身的是从事旅游业却在一次的机缘下接触到空拍机 从此按上了之后更是一台接着一台来收场 目前有9台的飞行器也有用在空中放额也和好友相约来进行放长线钓鱼的户外活动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位鸡王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飞行器 日前报道过飞行器现在在台东整整夯 不管是拿来空拍摄影或是钓鱼人拿来放额都很适合 但是你知道吗在台东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国歌 他一个人就拥有了9台的飞行器更被戏称为叫做鸡王 这是兴趣啊我本身是从事旅游业 原本就很喜欢玩这个遥控的东西啊 刚好接触到遥汉民看到很喜欢又好玩就越买越多这样 本身从事旅游业喜欢摄影第一台入手的就是空拍机 没想到越玩越上瘾也和业者汉民成为了好朋友 现在目前是9台 9台 那你最刚才你第一台买的是哪台 那台空拍机 所以刚开始是从空拍机 空拍开始 然后空拍 空拍齁 然后都是拿来玩 空拍 对也是有这种兴趣 但是空拍玩完之后 看那边钓鱼人很多都是用这个在托耳啊 然后又产生兴趣 就直接把空拍机改来托耳机 就越改越多 所以你本身以前也喜欢钓鱼吗 钓鱼是还好 嘿就是因为对这个飞行器有兴趣啊 不知道时间花了多久 一转眼他已经拥有了9台的飞行器 看他操控自如 果然是老经验 飞行器有独特的魅力 也是正当的休闲活动 不过国歌也提醒想要尝试的朋友 一定要在有经验的朋友教导之下 以及注意高压电塔 或是高楼或电线附近 都不是适合飞行的地方 也才能确保有正确完美的飞行时光 东南转步发林 在北南乡的采访报道 海巡署以强化暗计搜救效能 每年都会定期在所属辖区救生案件中 经常发生的地点举办模拟演练 以增进救生救难的成功率 日前呢 暗巡巴尔大队选在东河金尊渔港内 演练海上救生救难 同时呢也结合空勤总队 跟消防队救援人力 当天首次出动六轴飞行器 进行救生圈空抛 在稳定的气候下 成功抛直命中目标 目前呢还属于测试的阶段 未来呢将会看实验的成果 投入正式的服役 海巡署第82暗巡大队 105年上半年度区域搜救演练 选在东河乡金尊渔港举办 当天除了各种海上常发生的救难演练之外 这次首度启用六轴飞行器 进行空抛救生圈的演练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是就是说想要利用这一台 去投入我们的禁案的救生救难 对 然后能够再比我们一般人的体力 再负荷还要来得久 而且它时间上的话 它会比我们人带游还要来得快 对 是 特别在飞行器内加装遥控锁扣 只要操作者在遥控器的按钮上进行操作 这个锁扣就会自动释放 这样的创举 将有助于当海上救难船只无法到达的位置时 透过飞行器抛直救生圈 将有助于提升海上救难的成效 空拍机可以救死 没有看过 我觉得这样救难船 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在测试当中 那我们测试的结果的话 目前的话 是要克服风势强大的状况之下 如果风势强的话 这会影响到飞行器的一个轨迹 跟投资的一个效果 目前的话 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阶段 目前的话 在风力在五级以下的话 此时测试 那测试的结果的话 效果都非常的良好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 之后汇整相关的数据之后 再来研议说 是不是纳入正式的一个 救生救难的一个气场 帕尔大队同时也呼吁民众 到海边细水 要多注意自身安全 如果不幸遇险 应该立即拨打 118海巡专线求助 海巡人员将会即刻前往救援 东南新闻 发出梅子炒饭 也让不少消费者大为惊奇 自己腌制的脆梅加入炒饭里头 吃起来有酸甜甘味 让您是一口接着一口 也让不少远从外县市来的朋友 指定就是要吃这一味 大火正在锅里翻炒 再把事先备好的料一一加入 最特别的就是脆梅跟梅汁 一起跟冷饭快炒 这就是最特别的梅子炒饭 在关山镇这间餐饮店 老板李峰拳厨艺精湛 每年都会参加不少的比赛 比的就是创意 就是在地的特有的农特产 然后配上我们自己家里种的东西 然后去搭配到我们的食材上 然后就是推出了梅子炒饭 梅子鸡 还是说一些等等 我们的炸豆花招牌菜 然后像我们的梅子 梅子排骨 就是我们最早之前所推出的 然后就是第二年之后 我们就推出了梅子炒饭 然后再入去推出了我们的梅子鸡 所以我们就是 以我们梅子系列 就是一年一年推出来 然后因为再来后期 因为红龙果自己还没有生产 然后因为我曾经也有搭配过梅子跟 红龙果下去做的炒饭 所以那个就是奇打 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口感这样 炒饭的范粒粒粒分明 吃上一口真的有梅汁的香甜 你看可爱的小老板 吃起来还真是津津有味 今年就所谓梅子受药店 因为正常在我们在做梅子 是在清明节前 所谓才可以做我们的脆梅 然后就是清明节过后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暖梅这样 可是今年在清明节前 完全没有梅子 到了四月 差不多四月中的时候 梅子才陆陆式去出来 可是那时候的品质 就是有的已经 有点红了 所以那个也没办法做我们的脆梅 所以今年产量少又小 除了梅子炒饭 还有招牌的梅汁排骨 梅子鸡汤等 每道菜都是它精心设计 研发许久之后 只要客户尝到 都是赞不绝口 下次如果你来到观山镇 想要品尝道地的梅子料理 或是想要吃梅子炒饭 真的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胃 好好的品尝一番 东台讯文部发明 正如如在观山镇的采访报导 为了让社会大众有更多正确的健康知识 由台东县众医师工会理事长黄俊杰来举办 原来我们这么近的健康养生宝典公益讲座 总共有三个场次的活动 在5月21号 6月26号 7月3号 全部呢都在议文中心 讲座时间呢 也都是在下午2点到4点 想要更认识健康的好朋友 不妨前往聆听 希望透过讲座 让台东的民众更认识自己的健康 由台东县众医师工会理事长黄俊杰办理 也邀请民众可以踊跃的前往参加 台东县众医师工会有建于民众对于中医的认识跟了解不深 那对于中医的使用也逐渐下降 因此我们台东县众医师工会举办了一些养生的讲座 来提高民众对于中医的认识以及平常养生的保养 地点是在台东县文化处艺文中心演讲厅 我们第一场是在5月21号星期六下午2点 由慈济医院观山分院中医科主任沈亿医师 来为各位民众讲解中医护好心这个题目 每一场的讲座之后 我们会送给参与的民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连续三场参加的朋友 我们会额外赠送沈亿颖医师的著作一册 欢迎各位民众踊跃参与 总共有三个场次 首场就在5月21号登场 由沈亿尹医师来主讲中医护好心 沈医师现为慈济观山分院的中医科主任 民众若想要更了解内容 可以在5月21号当天下午的2点到4点前往聆听 东台讯用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为了解决全台护士荒 增加国内护理等相关人才的培育 慈济科技大学日前来到了观山工商进行张生 目前校内设置了五专二纪跟四纪等申学管道 这次来到台东主要也是考虑到 花东地区医疗人才的缺乏 鼓励即将毕业的学子报考慈济 学成之后能够进入慈济医疗体系就业 不但未来就业有保障 甚至也能返回家乡进入医疗院所 为乡亲的健康尽一份心力 以鼓励即将毕业的年轻学子 投入医疗科系学校就读 培育新生代相关人才 对于台东的学子来说未来就业也有保障 这次慈济科技大学来到观山工商招生 主要也是因为地理环境有利于重骨县的学子 到邻近的花林就读未来毕业之后 可以选择就近在玉里慈济医院 或是观山慈济医院服务 我们每一年呢在这个武专的招生上面呢 有原住民专班一年有一百位学生 然后非原住民专班的话那一年有一百五十位学生 所以如果以武专就是国中毕业之后 直接到武专就读的话每一年会有两百五十位学生 主要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有公费制度 所以呢如果学生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 到了我们学校来就读 他就可以享用就是可以申请这个公费生 那他就读的期间呢他的学费是完全全面的 慈济科技大学独立招生的五专 及四季护理科系都有提供公费生的优惠 考生只要通过考试 确定录取之后就能选择成为公费生 我们慈济科技大学在七十八年创校的时候 都是就是希望能够培育东部地区的 这个医疗照顾的人才 那所以呢学生如果毕业之后呢 他可以选择在花莲玉里或者观山来服务 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把自己所学贡献给 这个地方那也可以就近来照顾自己家人 公费生在未来求学过程 不用负担住宿 伙食 服装书籍等费用 每个月还能够领三千到五千元的零用金 毕业之后即可以进入慈济医疗体系就业 等于未来就业的保证 东台新闻张家为观山珍报导 台东高商圆武社五月二十二号下午 即将在悲乃文化公园圆形广场 进行一场公演 透过九十分钟的歌舞 让大家都知道部落许多传统的记忆 以及生活文化 特别的是这场展演 民众除了购票参与 还能够兑换现场市集的手工艺品 并且跟圆武社的同学 一起做公益回馈社会 逼真的演出常常是渗透到欣赏表演的观众心里头 让人感动不已 这里是台东高商圆武社的学生 利用课后的时间把握每一次的练习认真舞蹈 长年来拿下原住民舞蹈比赛的全国冠军 为学校也为台东争光 而这一次他们在老师的领军之下 要进行一场别具意义的演出 5月22号下午将会在 北南文化公园圆形广场进行公演 永隔舞剧舞出部落的故事 也要舞动公益 让大家看完了以后会说 原来排湾族是这样 原来阿美族是这样 原来北南族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舞剧的名称呢 就叫原来是这样 那这次我们特别跟这个夏冰朗部落 还有史前馆的部分做合作 虽然是售票 可是学生的演出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希望做公益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学生是非常乐意的 他们也会很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贡献 那其实另外一个项度是说 我们也会很希望说 学生在表演原住民乐舞的这一块 其实希望是能够在学校的教育底下 能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演出 对那在这个专业的演出 我们希望最后能够回归到的是部落 对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 其实原住民的文化是 是一个很棒的文化 是很需要尊重的 这次的公益以购票的方式 让民众参与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部落的经济 而参与的民众 除了可以欣赏精彩的演出之外 还能够兑换原住民手作艺品 也能和原舞团的学生们 一同做公益 我们收票的费用是300元 那300元其中里面有150元 是我们的市集券 那市集这个市集呢 我们会在下午2点钟就开始 那市集是采自我们 补鱼马示范计划的三个示范部落 就是由南汪部落 还有宝桑部落 以及夏冰朗部落 三个部落的工艺坊 来结合的一个市集 所以我们的票券上面的150元 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市集里面 来做兑换我们的手工艺品 我们的演出费用 我们这一次台东高商 我们的校长 刘林慧刘校长 非常的贴心 他说 我们就将这个费用呢 捐出来做公益 但是是用同学的名义 那校长这么贴心 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来 台东高商圆武社也受到很多 很多有心人士的协助 我们也希望让同学知道说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回馈 所以这一次原来是这样的 这一个歌舞剧呢 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回馈的部分 其实我们学校单位 大概对于收费是比较有所质疑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演出的 所有的所得是要捐给公益团体的 也让学生感受到 我们付出 这么努力来付出 但是是捐给那些比较弱势的 让他们也体验到一些 公益性的活动这样 欢迎5月22号到北南文化公园 一起来共襄盛举 就算只有木骨加上琴唱 搭配上表演者的肢体动作 或是生动的表情 每个细节都不输专业级的演出 而5月22号 透过一场90分钟的歌舞剧 要让您保览部落的文化 更能够知道原来是这样 东台新闻林婉珍 赖嘉玲 台东市采访报导 再来关心天气方面的资讯 台湾各地呢 多为多云到寝的天气 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 偶有零星阵雨 午后呢 各地则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 今天的风向呢 逐渐由东北风转为偏南风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 温度方面呢 北部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 大约是28到31度 中南部高温可达32度 而各地晚上到清晨的低温 则是在21到24度较为舒适 再来关心台东县各乡镇市的天气感况 台东北南23到30度 作物地区21到29度 南回地区23到32度 海线部分25到31度 继续看到的是农民里的资讯 国历的5月21号 农历呢是4月15号 当天的日从60岁属鸡的朋友 那么当天呢 适合祭祀祈福跟求祀 比较不适合入宅安门跟安葬 那么即时呢是落在了银毛五四这四个时间 再来看到是西洋星座的运势 本月的主打星是双子座的朋友 幸运的数字是六 那么幸运的星座是天平座 整体运势呢也有三颗星 再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 两人抛下所有的烦恼跟压力 通通快快的玩乐 感情呢可在欢声笑语中升华 触犯公司或者是部门的规定 容易受到罚款或者是警告的惩罚 投资方面呢错失了先机 容易造成手中的证卷滞留 遭遇贬值 继续呢带给您一则励志小语 人生有一些时刻需要慢下来静下来 听听花开的声音 观看叶子绽放的曼妙 然后告诉自己活着真好 以上的生活情报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关心台东大小事请锁定二时频道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惠秀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